大家好,我是秋田 上一集說到官兵衛遭到石田三成陷害 被秀吉下令回領地執居等候發落 江湖知道消息後,立刻找秀吉探探口風 但秀吉沒有給明確的回覆 到了文路二年八月 封城秀賴出生了 茶茶決定更努力照顧這個孩子 秀吉也收到這個喜訊 決定立刻回大阪見孩子 三成馬上提醒秀吉 執居中的官兵衛還在等秀吉懲罰 秀吉就讓三成叫官兵衛前來拜見 隔天官兵衛到城中見秀吉 三成和秀吉看到官兵衛後嚇了一跳 原來官兵衛已經將自己頭髮全部剃光 並改名為如水原青 意思是不論世人如何看他 他都會心如水青 當初千利修為了證明自己沒有任何過錯 所以選擇用死維護尊嚴 官兵衛也想過是否要用死維護尊嚴 但這不是黑田家的作風 就算被恥笑也要努力活下去 這才是黑田家的風格 所以官兵衛求秀吉饒他一命 秀吉聽完後也決定放過官兵衛 其實早就有許多大人物寫信替官兵衛求情 但秀吉根本不在乎 最關鍵的信只有一封 那就是寧寧拜託茶茶寫的求情信 上面寫不要讓兒子誕生的喜事被寫燃污 所以秀吉才決定放過官兵衛 被寬術的官兵衛還有另一個要求 那就是讓他隱居回家休息 這樣一定能替奉行眾解決不少煩惱 秀吉答應後十天三成露出十分開心的表情就離開了 8月15日秀吉拋下所有在朝鮮的將士 自己回到大阪 從此再也沒回過冥乎無辰 封城秀賴的誕生對大家來說都是喜事 只有對封城秀赤不一樣 自從秀賴誕生後 秀吉對秀赤的態度有很大的轉變 因為之前秀吉和秀赤說要將日本分為五國 其中四國繼續給秀赤治理 一國給秀賴就好了 但秀赤認為秀賴太年幼 現在決定領地一事還太早了 這讓住在旁邊的山城起了戒心 所以秀赤才拜託官兵衛 想辦法消除秀吉疑慮 於是官兵衛讓秀赤寫一封信給秀吉 上面寫希望可以讓秀賴娶自己兩歲的女兒 秀吉看完後覺得非常有趣 決定配合秀赤的請求讓雙方子女結婚 文露三年 在朝鮮的將士陸續回到日本 德川家康終於開始行動了 他邀請辛苦征戰的黑田長政和輔導政者到家中做課 然後聽兩位抱怨 原來失戀三成並沒有發放獎勵給辛苦征戰的將士 也不認同這次戰爭的攻擊 好像這場戰爭從來沒有發生過一樣 實在太可惡了 老狐狸家康馬上就發現機會 開始用花束將年輕人的心拉攏到自己這邊 文露四年七月 聽完查查殘掩的秀吉 命令奉行眾前往秀赤家中 通知秀赤有模仿的嫌疑 奉行眾已經開始展開調查 雖然秀赤現在極力否認 但秀吉已經開始將妨礙秀賴上位的人清除了 不久後秀吉將秀赤一家老小全部處以疾刑 總共39人無人器免 三條合圓血流成合 黑田家收到消息後 認為現在的秀吉已經失去理智 官兵衛也自責無法救下秀赤一家人 幾天後秀吉召見官兵衛 拜託官兵衛再次復出 因為長年陪伴秀吉的人都已經過世了 現在只剩官兵衛一人還能提供建言 並給予個別的俸禄共1970彈 俸禄雖少但官兵衛也欣然接受了 不久後朝鮮之戰的和談終於快結束了 從民國寄來的國書抵達大阪 上面寫願意承認秀吉為日本國王 這讓秀吉非常不滿 秀吉本來就是日本國王 誰需要民國的認可 而且信上並沒有提到和解的條件 這讓秀吉覺得對方非常無理 一氣之下宣佈再次進攻朝鮮 黑田長政立刻建議進攻一國不易 一定要三思啊 但秀吉還是一意孤行 宣佈快速出兵朝鮮 官兵衛知道消息後立刻來找秀吉 但這次並不是要阻止進攻朝鮮 而是希望秀吉讓自己負責這次出征 秀吉替換後非常開心 天才軍師終於要幫助自己打下一國 替自己實現長久以來的願望了 慶場元年12月 秀禄從此改名為封城秀禄 秀吉的繼承人終於長大了 於是秀吉拜託眾人日後要多多照顧秀禄 慶場二年 封城聯軍共14萬人再次攻向朝鮮 抵達朝鮮後官兵衛只命令大家做好防禦正式 不要突爭傷亡就好 而這次的總大將是年輕的小早川秀丘 大家都擔心他過於年輕無法做決策 只有官兵衛知道這其中的好處 就是秀丘不會為了搶攻帶頭亂衝 另一邊官兵衛的二兒子熊之柱 瞞著家人擅自離家出走 和太兵衛的兒子一起前往朝鮮 想要證明自己也能上戰場 但是在坐船的途中遇到暴風雨 大水直接灌入船中 官兵衛的二兒子就這樣葬身海底 這個消息很快就傳到官兵衛這邊 官兵衛還將信給太兵衛看 太兵衛看完後非常難過一直道歉 認為是自己孩子沒有保護好熊之柱 官兵衛也開始安撫太兵衛 是熊之柱製作主張才連累加成 該道歉的是官兵衛自己 其他加成聽到後也非常難過 另一邊在大阪 知道自己快死的秀吉找來加康 拜託加康在自己死後 一定要繼續扶持秀賴 加康也保證會和大家一樣守護秀賴 讓封城家可以永續下去 但秀吉根本不相信加康 回到家就開始抱怨 沒有值得信賴的人能托付 寧寧就提醒秀吉還有官兵衛這個忠誠 一定會幫忙守護秀賴 秀吉聽完後才想起有這個人 立刻派人讓官兵衛從朝鮮回國 命令發布後秀吉開始因病不起 即使官兵衛已經回到日本也幫不了他 秀吉一樣拜託官兵衛扶持秀賴成為天下人 但被官兵衛拒絕了 年僅六歲的秀賴並沒有成為天下人的氣量 對官兵衛來說 只要能天下太平 誰當天下人都無所謂 秀吉也向官兵衛道歉 自己沒有辦法成為官兵衛想要的天下人 兩人難過的互相道別後 就再也沒有見過面了 慶長三年8月18日 從百姓出生最後達到日本最頂端的男人 豐臣秀吉離世 享年62歲 家康這邊很快就收到秀吉死亡的消息 家康稱讚秀吉的確是個英雄 但竟然沒有想好死後要如何佈局 接下來就是家康決勝負的時刻了 而善成這邊也知道 接下來最大的敵人就是德川家康 所以立刻讓朝鮮的將士全部回到日本 希望這些將士能幫忙扶持秀賴 成為天下人 回到中清城的官兵衛也和家康說 日後要開始忙碌了 和平的日子已經結束 天下將重回亂世 喔 大衆 完成 歷史 決勝負 兹 相